徐女士有个习惯 就是下班回家后会把身上的首饰摘掉 4月26号那天 她跟往常一样进了卧室 下班的时候习惯把身上的东西都摘掉 然后呢摘掉的时候 我会把东西放进梳妆台的抽屉里面 对就这里 因为我平时的话 自己东西都放的比较整齐的 然后呢拉一个抽屉是不费力的 但是我那天发现我这个抽屉拉不开了 然后我拉开以后 发现里面的盒子全部都乱了 发现抽屉里比较乱 徐女士意识到不对劲 就给丈夫打了电话 她说她怎么会可能会动我的东西呢 然后她看了监控 她说家里贼来过来 中午12点那个不到的时候来过来 你们这个监控不会报警的是吧 监控的话报警应该是会报 但是之前了也没听说过 有什么小头啊之类的 然后就没有设置那种 有人进来报警这个设置嘛 监控显示 4月26号中午12点左右 有一个戴着头盔 斜跨背包的男子 从徐女士家卧室走出来 然后走到旁边的书房 这里也装了监控 是徐女士监督孩子学习装的 男子进入书房后 拉开了几个抽屉 回过身 可能是看到了监控 就转身出去了 男子走到监控底下时 可以看到 对方不但戴了手套 还穿了鞋套 头盔上面还有一个卡通笑脸 她可能觉得东西呢 也蛮多了对吧 然后又发现了 我们旁边那个书房里面是有监控的 她书房也去过 也翻过 看完以后 她就差不多觉得 应该走嘞 经过清点 徐女士家背道的东西还不少 一个基加的手表 一个卡迪亚的戒指 一个宝格力的项链 一条上美的项链 然后是有两条周大福的项链 两个周大福吊坠 还有就是那个 一个曼卡龙的那个金手镯 还蛮大的 然后还有那个三副那个杂牌的耳环 这些没有嘞 徐女士家还留有一些包装盒和相关票据 不少东西都是韩国代购的 基加手表七八万 宝格力的项链三万多 卡地亚的戒指一万五 还有一些黄金首饰 全部加起来大概二十万出头 当天徐女士报了警 警方调查判断 嫌疑人可能是通过技术开锁实施盗窃 徐女士说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嫌疑人还是没有找到 警方说有难度 他也理解 但还是不甘心 自己开始调查 东西被盗后 嫌疑人肯定要脱手换钱 徐女士就走访了宁波当地的一些二手奢侈品店 没有收获 不过商家也鼓励他 东西迟早会出现在市场上 只是时间问题 7月1号 徐女士在咸鱼上一个二手奢侈品卖家那里 看到了自己的基加手表 手表背面的编号 跟他手表包装盒上的编码一致 他还发现了自己的宝格力和上美项链 还有卡地亚的戒指 上美项链已经出售给了一个江苏的买家 卖了6621元 店我没联系我肯定是先联系派出所的呀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立官案了吗 黄金没看到 因为黄金这个东西比较好出手了 你融掉了怎么样你估计也不好找了 后来我经过再三的就是说投诉啊 然后电话打给他们上级部门 那他们终于把那个小金店老板 就是海鼠这边小金店老板给那个刑事拘留了 然后就是我那三件没有被卖掉的脏物呢 他们说是追回来了 我反正也没看到过 然后他们给到的回复是东西需要去鉴定 拿回来大概已经有一个月了呀 然后那个卖掉的他们就说不好拿 徐女士从警方那里得到的信息是 嫌疑人得手后 把脏物卖给宁波海鼠去一家黄金回收店 当时嫌疑人用了假的身份信息 大概卖了四万多块钱 然后黄金回收店又把东西卖给嫌疑上的卖家 卖了五万多块钱 我现在就是说因为黄金这个东西好出手 我也不逼他们一定要去找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找到的四样东西 我觉得他们是有义务要还给我的 你要去鉴定没问题 但是你时间要给我的 不要让我无止境的等待 另外一样卖掉的东西 你也必须要给我去追回来 记得从辖区宁波中和派出所了解到 目前回收赃物的老板已经被取保候审 这个老板也赎回了机家手表 宝格丽项链和卡地亚戒指 这些赃物正在进行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 走完相关流程以后 会归还给徐女士 案件还在调查 赃物也在积极追回 记得也给那个闲鱼卖家留言 表示想了解具体情况 也留下了联系方式 但信息显示已读 截至发稿前 记者没有收到对方回复 1818黄剑记者宁波报道